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一阶段已经达标 对此谢国良低调的回应 说将会诚恳努力把市政工作做好 也提出加码补助电动车的方案 要让市民对于市政更有感 而柯文哲也发声表态力挺 基隆市政府加码补助电动机车方案 亲眠朋友免费的把电动机车骑回家 兑现选前的承诺 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宣布 电动车加码补助方案 在基北北陶四县市 共同商议节能减碳议题时 端出这项政策相当切合主题 不过谢市长目前面临的罢免案 第一阶段已经达标 有很多市政的工作正在推动当中 看我们一定会诚恳地努力地 来把我们的市政工作一定要来把它做好 整件事的起因得归咎于基隆市府和Net 争夺东岸商场的产权纠纷 曾担任台北市长的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认为事有稀求 基隆市政府在林佑昌的时代 你都发使建造使照给他 盖完以后怎么没有做那个产权登记 这个都太奇怪了 所以这个案子里面疑问重重了 这种政党对立再去搞罢免 这是增加社会的成本 我觉得这个如果按照 如果这件事情就要去搞罢免 那个不具正当性 因为法律问题为什么不法律解决 要搞成政治解决 不只柯主席对罢免案提出质疑 台北和桃园两位市长也出声力挺 谢国良 我觉得就事论事 其实任何事实把它厘清 不需要做过多的政治操作 法律的问题让法律去解决 不要犯政治化 发起罢免的确是浪费资源 我想非常地感谢大家 对我们的支持 政坛同僚纷纷送暖 谢国良市长也用认真做事的态度 来回应市民们对他的质疑 记者林晨晨 萧瑞生 台北报导